恩典365 还是要祝福您 在一整天当中 活在上帝荣耀的恩典和祝福里面 每一次被主导闻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被主导闻 在被主导闻的时候 我常常被那一句话感动说 愿你的国降临 神的国降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 愿你的国降临 什么叫神的国 国 上帝的国是上帝掌权的地方 谁在那里掌权的就是谁的国 神的国是神掌权 当神真的掌权的时候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我还是要说 世诗记跟路德记被摆在一起 是一个很大的盼望 世诗的时代 不是一个神掌权的时代 那个时代里面充满着 人要做王 不要神做王 以至于不是神的国 是人 而当人要掌权的时候 一片混乱 然而在大环境 那个一片混乱当中 有人回到上帝的面前来 仍然会惊艳 那个地方 那个家族 那个人的生命当中 就是神的国 因为一个老太太 拿米的一个决定 以至于这个家族 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 神掌权 那神掌权带来什么样的景况呢 在路德记里面 我看到充满的就是 祝福 如果你整个去读 它只有四章 我真的很鼓励你 花一点时间 把这四章整个读一遍 你会发现 除了刚刚开始的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面 一片的混乱 绝望 一个男人 以利米勒 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把整个家族 带到一个没有路上 他们本来在上帝的祝福里面 即使上帝允许一些难处领导 那个难处领导 在他的生命当中 在那个难处里面 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他不但不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带着家族离开 离开 走到他自己的想法里面去 结果呢 结果带出来的结果是 离神的祝福更远 走到好像没有路了 但是从第一章第六节开始 一个女人 好像当整个家族 走到没有路的时候 一个正确的决定 归回 回到上帝的祝福里 整个改观 从第一章第六节 一直到第四章的最后 你会看到 整个记载当中 充满着祝福 彼此的祝福 人跟人的祝福 在这段经文当中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波阿斯祝福路德 波阿斯 拿尔米祝福波阿斯 你会看到拿尔米祝福路德 波阿斯祝福路德 众长老祝福他们这个家族 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祝福 有主管祝福他的员工 有员工祝福主管 这里面讲到说 波阿斯祝福路德 波阿斯是一个大有钱的人 而路德呢 是一个拾荒的女人 但是看起来他们的身份 这样的悬殊 可是当神掌权的时候 他们是可以彼此祝福的 波阿斯会去祝福一个 跟他不相干的路上 一个在那里捡东西的女人 他可以祝福她 谢谢主 拿尔米祝福波阿斯 拿尔米是谁啊 拾荒老太太 波阿斯是当时的大父户 这个老太太 不会活在哀怨里面 觉得说我倒了 都是你们这些有钱的人 我没钱没事 我苦毒 我怨恨 甚至我怎么好意思祝福你 我这么糟糕 不会 他一点都不自残行贿 他去祝福那个大父户 谢谢主 拿尔米祝福路德 这个做婆婆的祝福媳妇 波阿斯祝福路德 什么时候祝福 当这个女人来投靠她的时候 她不会觉得 我怎么惹算这么麻烦事 早知道当初就 叫她来我们田里面 来来捡什么东西 结果你看惹麻烦了吧 好心 结果越来惹出一堆事来 不会耶 她是那样认真的去祝福这个 看起来给她 哇 怎么会惹出这样的事情来 她却是带着祝福 然后众长老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美事 众人以为美的事 而不是天行景 你知道当尔利米勒 决定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自己要负责任 当众人以为美的时候 上帝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主啊 让我们把主权交还给你 当主权交还给你的时候 我们很放心 你会带来一个转化 那个转化是化咒诅为祝福了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愿主今天有话给你 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